打一场你和台湾人讲话 台湾人总喜欢和屎比较 再怎么不好 总比一坨屎好吧 再怎么被割韭菜 被美国人割韭菜 总好过被中国人割韭菜 是不是 再怎么吃东西 也比吃屎好吧 于是就这样 台湾人以屎为目标前进下去 台湾人最终会变得连屎都不如 因为他们的参照底线就是比屎 对吧 再吃什么也比吃屎好 被美国人割韭菜 比被大陆割韭菜好 你不还是割韭菜吗 你和屎比你就不是屎了吗 现在的台湾人 实际上和小粉红韭菜没区别 甚至更蠢 韭菜小粉红 多数还保持着大陆人追逐利益的基因 有钱赚 他的立场可以瞬间转换 台湾人是真蠢 他真心觉得吃屎好 是真的 你不让他吃 他会产生出杀你全家的仇恨 我又没有逼你吃 你为什么不吃呢 又吃不死人呀 小粉红的逻辑是 再怎么样 又不是没饭吃 台湾人的逻辑是 再怎么样 又不会死人 大陆人至少还看看 有饭吃没饭吃 有饭吃就行 台湾人的底线就是死不了就行了 台湾人的底线就是吃屎 能不把人吃死 那就可以吃屎 可见台湾人的皇民思想低贱程度 比大陆人还要